双脚踩着弹簧当高桥,双手快速地翻动 不一会儿,一个魔方在林芝逸的手上完整地复原 速度之快令人惊奇 今年9岁的林芝逸是福州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 不久前,他以18.642秒的成绩 创造了新的踩着弹簧当高桥复原魔方吉尼斯世界记录 把原记录提高了约4秒 6月17日,记者在福州约访了林芝逸和她的母亲 走进林芝逸的家中,客厅的墙上粘贴着众多的奖状 从小到大,林芝逸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 桌上,大大小小的魔方十分醒目 林芝逸在一年级的时候,他看了一个中国梦想秀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上面,有一个小孩用抛跟接的方式还原了魔方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太神奇了 他说他也想玩魔方 然后我就在想,反正都给孩子买玩具嘛 买个魔方给他玩也可以的 孩子有了兴趣,家长也十分支持 在魔方老师知道了基础知识和方法后 林芝逸渐渐表现出了在魔方复原方面的天赋 勤学苦练中,他的反应能力,手指灵活性 判断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都得到了提高 练习量每天都非常大 然后自己也一边研究一边练习 后来一下子成绩就提,就提得很快 在复原的时候确实会遇到一些难题 需要你自己动脑思考去解决问题 然后呢,复原玩魔方 你会感觉到一些快乐和一些成就 为了鼓励儿子 林芝逸的妈妈也开始学习魔方 每天陪他练习 此外,妈妈还多方打听并联系到多位国内的魔方高手 对林芝逸进行指点 传授了不少的技巧 如今,林芝逸复原魔方的时间稳定在11秒左右 我自己去学起来 我学会的,我可以陪他练 所以说,我就叫他教我 所以我也学会的 然后每天就陪着他练 然后我为了激励他 我就让他拿三个四个来跟我比 看看谁快 这样子的话,他一下子兴趣就来了 今年年初,在吉尼斯世界大选上 林芝逸看到英国选手 创造了踩着弹簧当高桥复原魔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便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 随后,家人买来弹簧当高桥 林芝逸开始勤家练习 边踩着高桥边玩魔方是一个非常难 是非常难的 你在跳的时候 人如果站得太直 虽然平衡力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是看不到魔方的 但是呢,你如果弯腰 弯太多的话呢 那平衡就会不稳 并且呢,你要两只手松开 失败一次,我就从里面吸取经验 然后呢,来改正 或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慢慢地就练下来了